我们都知道发球呢在乒乓球比赛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我们到宁波北伦去看一看正在那儿训练的中国乒乓球男队一堂神奇的发球课 您见过这样练发球的吗 让球从球拍和球网之间狭窄的风际中穿过 虽然放下球拍多年 但刘国梁依然保持着这样的好身手 几名队员上来一试身手 但看起来还真不容易 要求你必须打到这儿的时候 让他这个心态就会起变化 心态起变化一紧张就容易失控 他跟他这个平时这种流畅的感觉就不太一样 把这一层道理捅破之后 马龙立刻找到了感觉 但刘国梁随后又要求队员把球发到球弹一角的摄像机镜头上 这都是一种手段 对他们心理这种压力大的时候 你像试锦赛奥运会到最后关键球的时候 他心里一紧张 所以他想的会比平时多 手上再一紧 所以他就会出现一些反差 克服了心理因素后 王立琴发的球几乎都能打到镜头上 风际集训是队员练得最苦的时候 刻于时间刘国梁希望能够换一种方式和队员相处 这只是在试炼结束之后的一个小小的游戏 刘国梁希望自己的队员能够保持着玩游戏的心态 同时在游戏当中学习 本台记者宁波北伦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音乐 儿子